卧槽 就连天都第一院的医生 也不敢这么吹啊 这小子不会是疯了吧 小子 新来的吧 来这里看病 十万 你没开玩笑吧 你先交个十万诊金 你就知道值不值 小子 就你这样还敢骗我 十万 你这种骗子 老子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有本事你试试 我刚刚说的十万 只是定金 如果病症复杂的话 至少一百万起步 但是我可以保证啊 任何病都可以治好 十万居然只是个定金 甚至后续还要一百万起步 这他们是个神经病吧 你这个傻瓜 怎么不去抢啊 十万定金 你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以为你自己是化妥吗 这家伙估计是个骗子 交完定金就跑了 对对对 一定是这样 我现在就报警 报警 报警 那个 你真的什么病都能看 就你了 跟我走 姑娘 这家伙是个骗子 是啊姑娘 你要看病 也是去医院看 这小的一看 就是个神经病 哎 哎 美女 我还没答应呢 不需要你答应 哎 不是 我单位 哎 好龙中而起 这儿心意的 就算大陆尽心也被想救 我知道你救不了我吧 请你来 就是想让你骗骗我妈 给她一丝希望 否则 她活不下去 钱你不用担心 十万块钱 一分不少 原来你看中的是我的骗术 清儿 黄神医说 你爸没有多少时间了 是真的吗 如果朕难走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黄神医 我不是说不让你说吗 顾清 做人呢 要诚实 生老病死 再正常 你干嘛要瞒着咱们 正常 我看你是想把咱妈也妻子好 继承更多的遗产吧 不一批 恶心 不别忘了 会让你得逞的 顾清 我告诉你 别血果坑人 说话要讲证据 妈 我已经安排好了最好的殡仓公司 到时候 一定给爸 安排了 不然 请安顺便 真难 我来陪你了 妈 这家伙我能治 对 他是我找来的神医 就 林凡 小伙子 是真的吗 你真的能救真难 妈 这种将不骗了 别相信 霸得的可是癌症晚期 整个华夏 乃至整个世界都没有成功的案例 他怎么治呢 再说了 你看看 毛都没长齐呢 还学别人治病 连黄神医都说不行了 他拿什么治 别人救不了 不代表我林凡救 小伙子 你有没有行医资格证 哪个学校毕业的 说不定我还教过你们院家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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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什么看病 要想治好这个家伙可以 枕费一千万 一千万 你还真敢要 你真以为自己是化妆 不好意思啊 我想你们肯住 一千万 只是让他醒过来 要想治好他 还需要一个疗程 这个疗程呢 是五千万 谢绝还价 小子 你他妈是个疯子吗你 你们知不知 我的时间可是很宝贵的 给你们三秒钟的时间考虑 不是我就走吧 三 二 治治 我治 好 那你去准备一下吧 我先进行第一个疗程 让他醒过来 在此期间 任何人不准踏入此地 妈 你是不是糊涂了 你拿六千万去相信这个疯子 可他是你爸呀 就算他是骗子 我也认了 你们都给我出去 也算你命不该绝 在这最后一刻遇到了我 老头子叫给我的通天医术 足以把你从鬼门关拉过来 天地玄黄 是非亡凉 九天玄阳阵 请 天地玄黄 是美亡凉 九天玄阳阵 请 就是现在 看来还是要度假修炼啊 等我挣了钱 买点药材 这修炼的速度应该能加快吧 唉 早知道这么消耗真心 我就应该要他一个亿 算了 你怎么说也是我的第一个客户 这当是给你打折 小子 装逼装滚了 我看你的风 我爸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你还能听到他 我告诉你 老子要报警抓你 告诉你诈骗 没错 一个小时前 我也查看过病人的情况 你既早就检测过了 新电图也不跳 毫无升级 在医学上 已经算是死亡了 我看大家 别抱期望了 赶紧准备后事吧 什么 小子 不说话了 你刚刚狂妄那股劲呢 这聊得非常顺利 里面那个家伙很快就会醒了 对了 我要的钱了 真的 大师 你的意思是 这男马上就要醒了 嗯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师 这是银行卡 密码是六个零 这种江湖骗子的发你也谢 你去里面看看 把哪里想 不是还躺在那吗 还故作疲惫的 就是为了博取大家的同情 亏你还是个医者 一天到晚骗死人的钱 我都为你感到羞耻 都不相信 你们确定了 都不相信 你们确定了 这是我应得的诊金 里面那个家伙会醒的 但是只能活三天 三天过后要是没有我的药 就是天王老子也救不活他 这畜生敢他妈打我 还当着这么多人面 抢走一千万 我不能这 我要报警 我要让他死 顾少 我有个朋友在天独警局 我这就打电话给他 妈 妈 我去 这 这 这欣人是鬼呀 竟然真的治好了 这怎么可能啊 我刚刚 竟然还不相信他 这难 我不会是做梦吗 你瞧瞧我 梅兰 这不是梦 我真的活过来了 对了 那个神医呢 他在哪 我一定要好好感谢他 如果不是他 我的命 早就没了 你们 谁给我一个解释 爸 刚刚我哥说他是骗子 把他给弃走了 我没事 畜生 你这个混账东西 居然把神医给弃走了 你是想让我死啊 从今天开始 你别想从我这儿拿走一分钱 也不再是我顾这男的儿子 爸 我错了 你们愚蠢啊 我刚才虽然昏迷 但是我能感觉到神医在救我的过程 堪称是 鬼斧神功 天神下凡 这种人 就算不交好 也绝不能交物 还有你 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居然敢侮辱神医 我告诉你们 如果找不到神医 我发誓 你们都得死 找 全部给我去找 翻遍天都也要给我找到 除了美兰 你们全部滚出故家 三天之内找不到神医 你们 就别再回来了 林帆 您来评价一下 这样好看吗 好看 诶 你穿这么好看干嘛去 女人化妆 当然是要去逛街了 和谁逛街啊 当然是你啊 今天星期六 我好不容易休息 正好带你去逛街 你也不看看你穿的 拉里拉遢的 顺便给你买个手机 我可不想紧要关头 联系不到你 顺便给你买个手机 我可不想要紧要关头 联系不到你 可是我不喜欢逛街啊 不行 你必须去 其实 我就是想看一下 你稍微打扮一下 是什么样子 说不定能让本姑娘 大饱眼福呢 那让我去也行 我换身衣服 行 哪有女孩子穿运动装逛街的呀 还别说 你这头发一紧啊 还真像换了个人一样 现在要是去大学里转一圈 保证有很多女孩子都围着你转 你老实告诉我 你到底有没有女朋友 需不需要本姑娘帮你介绍一个 锦盛集团可不缺单身的小美女哦 这十年 我的生活只有修炼和疯狂修炼 只想过来报仇 还有时间去管人的私情 你不会 还没有谈过恋爱吧 没有 十年前我倒是喜欢过一个 这情书是给我的 是 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如果明天早上 你能夺过校领导的话筒 并且当着所有人的面 向我表白 我就和你交往 秦灵溪 我喜欢你 你一个废物 也有资格追求我秦灵溪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别以为你背后站着个凌驾 就了不起了 在我秦家眼里 你和你父母 什么都是 我们不过就是打赌 想要看看你林家废物 到底有多垃圾 真没想到啊 你这个癞蛤蟆 还真的想吃天鹅肉 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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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前的我 可能真的是一个不择不高的废物 但是现在秦灵溪的我 他秦家又损得了什么 我终有一天 会站在这个世界的巅峰 告诉所有人 我林凡 回来 到时候 天都的一切在我眼里面 也只不过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而已 林凡 你在想什么呢 表情好恐怖啊 没事 走吧 这家很不错 我们去看看吧 好 叶婉儿 是你吗 林凡 叶婉儿 没想到真的是你啊 去年同学聚会怎么没见你 听说 你最近在锦盛集团上班 卖美容药吗 这年头 卖美容药可赚不了多少钱 我劝你啊 还是赶紧找个有钱的男人嫁了 多轻松啊 哟 这么多年不见 都已经有男朋友了呀 不过 你这男朋友 看起来不紫药 除了脸蛋好看一些 这 这衣品 哎呀 估计和你一样 也是个穷鬼吧 不过也是 这穷人呀 就应该和穷人在一起 你这男朋友看起来 怎么这么眼熟啊 你这男朋友看起来 怎么这么眼熟啊 哦 对了 你还记得 十年前那个邻家废物吗 他呀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真是敢向秦琳西表白 你这个男朋友 长得还真挺像 那个邻家废物的 人已经走了 你这样消费一个死者 真的好吗 还有 田田 不要弄得我跟你很熟一样 闭了夜 我们就再也没有交集 你 欢迎光临 那个 我们就要摸他身上这套了 小姐 不给您男朋友试一下吗 不用了 他身材应该和模特差不多 给我包起来 然后买单 哟 叶婉儿 你要买这套衣服 我没听错吧 你知道这套衣服的价格是多少 这套衣服呀 可是泰伦斯大师设计的最新款 你可不要为了面子 而让自己出丑 赶快给我们包起来 我们赶时间 好的小姐 这边请 小姐 因为您购买的产品超过20万 我们以主动为您升级为阿玛尼尊贵会员 新品项95折优惠 打完折下来 一共39万 一套衣服39万 开什么玩笑 就算是刷子饼 也没这个价呀 我这张卡里只有30万呢 小姐 您这是 小姐 您这是 要是刷卡被发现钱不够 那就真的丢脸丢到家了 嗯 我突然觉得这衣服颜色不太适合它 我们再看看 哟 夜晚啊夜晚啊 你不会是没钱不敢买吧 既然没钱 为什么要来上留人室才能逛的地方呢 我买不买是我的权利 你管得着吗 而且我觉得这件衣服一点都不配它 难道不行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 银行卡里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钱 你一个卖美容要的 能赚多少钱呀 哦 对了 你还有男朋友呢 你男朋友 不会也没钱吧 哎呀 两个穷鬼 还敢来逛阿玛尼 真是要笑死个人了 你高中的时候 家里有多穷 别以为我不知道 高考那年 你好像考虑有600多分吧 照理来说 天都的重点大学 你都可以上了 但是你为什么没去 不就是因为想早点赚钱 给你那个生病的弟弟治病呢 为什么承认自己是穷人就那么难 呀 怎么不说话了 不会是被我说中了吧 真是让人想象 真是让人想笑 我看你长得呀 也还算是可以的 不如赶紧找个有钱人吧 这样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了 呀 忘了跟你们介绍了 这个呀 是我男朋友杜子峰 低业集团你们知道吗 可比你们锦盛集团 贵了不知道多少倍了 我男朋友子峰呀 可是里面的CFO 年薪500万 你敢想吗 什么CFO 我还UFO呢 把你这个穷鬼给忘了 不知道您是在哪高救呀 不会是在捡过烂吧 对了 我们车里还有一瓶矿泉水 尿不要 对了 我们车里还有一瓶矿泉水 尿不要 我是一名神医 可以断人生死的神医 叶婉儿 你听到了吗 你男朋友可真会开玩笑 神医 把人生死 我真是想笑 让我肚子疼 你那职业当我们面说说行了 在外人面前别说出来 这年都说真话 怎么就没人相信呢 我真的是神医啊 还有个叫顾振兰那家 过满尸鸡在找我们 难道要拉他来作证 对了 那个顾家的顾振兰 好像就是地业集团操控着 我们还是快走吧 你 真想看我穿那身衣服 你好 把那衣服给我包起来 刷我的卡 你疯了 你有多少钱 我还不知道吗 房租都付不起 还是问我借了三千块 怎么可能买得起 几十万的东西啊 这可是储蓄额度 不低于一千万的 贵宾黑卡呀 这位先生 您好 我们和工行有合作 您说出的这张贵宾黑卡 那件衣服还能在 原有的打折基础上 再打九折 别以为拿张假卡 就能蒙混过关 如果刷卡失败 这座假卡 可是要坐牢的 赶紧把卡拿回来 我们快走 幽灵不要紧 你还想去警局啊 你这么不相信我 我看着像没钱的人吗 这不是像不像的问题 你就是没钱的人啊 刷 给我刷 而且 我不要任何折扣 就给我原价 老子今天不差钱 老子今天就当一次进房 老子今天不差钱 老子今天就当一次爆发户了 这位先生 请您输入一下密码 小子 你倒是输密码呀 我想看看 你们这群穷鬼 到底敢不敢 叶婉儿叶婉儿 别以为我不知道 十年前 你偷偷暗恋那个林家废物 更是在林家废物出世的时候 把他们一家子都给葬了 我真的纳闷 那个林家废物到底哪里好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的眼光还是一样的差 你看看你身边这位 哪儿好呀 我劝你呀 还是出去卖吧 随便找个嫖客 说不定都比他好 你可以说我 但是不可以侮辱林家 不可以侮辱 他 我就侮辱了 你能拿我怎么样 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介绍生意呀 你做鸡呀 肯定 这 这张臭嘴 我早就想撑你的 要不是看在你是女人的份上 早就死了 糟了 田田和秦家关系很好的 我们 你 你竟然敢打我 从小到大就没有人敢打我 没有人 你 你竟然敢打我 从小到大就没有人敢打我 你 刷卡成功 祝您购物愉快 这 这 这不可能 一定是你和这家店串通好的是不是 你这个人怎么可能付得起啊 这位小姐 我们阿玛尼是全球性的奢侈品品牌 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如果你再恶业诋毁 我们有权把你拉入黑名单 杜子峰 你作为一个男人 你不帮我说出话吗 你好 我是定业集团首席财务官杜子峰 第一 我希望你向我女朋友道歉 你应该知道 定业集团和阿玛尼刚刚建立合作不久 我不希望因为你的原因 导致合作出现问题 否则 你那点工资 怕是承担不起 第二 这位先生在公共场合出手打人 还是在你们店里 你有权利把他赶出去 稍后 我会让我的律师处理 这位小姐 实在对不起 刚才是我油眼不识泰山 还不赶紧把这个穷鬼 还有这只鸡给我赶出去 闭嘴 我一直退让 不代表我好欺负 这位小姐 你这样不太好吧 在天都警察局 我是有几个警察朋友的 你这个行为 已经完全可以进去住几天 不过 看在你是一个女生的份上 我可以给你个机会 今晚跟我去西尔顿 喝点酒 我就考虑考虑 原谅你 滚 既然如此 你们这对狗男女 就等着吧 今天 就以地业集团的名义 对你们谨慎集团施压 我看你们 还怎么在天都待下去 好大的口气 我顾这难道要看一看 谁敢借用地业集团 向林神医施压 他不是死了吗 怎么又活过来了 这到底是人还是鬼 顾叔叔 您怎么来了 我不听说您生病了吗 顾叔叔 您怎么来了 我不听说您生病了吗 我如果再不来 某些家伙就要把我的心血 毁于一旦了 顾叔叔 您开玩笑吧 您这是来视察阿玛尼工作吧 跌业集团董事长 怎么会突然来这里 难不成是为了帮杜子枫找回厂子 顾叔叔 我可是听子风提起您好多次了 您今天其实不必自己亲自来的 我们自己呀 就可以解决这两个家伙 一会儿呀 我就让我们家里人过来 这两个家伙呀 一个也跑不掉 完了 这可是地业集团的董事长啊 林先生 您让我吵得好苦啊 您要是再不出现 我的命可能就没了 您要是再不出现 我的命可能就没了 你不是刚来天都吗 怎么会认识顾振南这种级别的大人物 这个废物 怎么可能会认识顾振南 这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当初给过你们顾家机会 是你们不珍惜 哎呀 林先生 都怪老夫教子无方 您等等 我这就去叫那畜生过来 给您道歉 北望 还不赶紧滚过来 跪下 给林先生道歉 林先生 那天是我的问题 请您原谅我 我们走吧 去三楼吧 三楼也有女装 给你挑起剪衣服 放心 今天我有钱 走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你就这么跪着吧 兔子风 你刚才是不是得罪林先生了 别以为你和你爸干的那些事 老子不知道 今天你就给老子收拾东西 立刻滚蛋 还有你爸 就算我死 也不会让你们从公司拿走半点股份 滚 都别跟着老子 一群废物 子风 我们可该怎么办 都是你这臭婊子 害得我什么都没有了 还过来问我怎么办 找死 自己挖坑把自己埋了吧 我告诉你 田田 你最好收起你那双狗眼 不然 谁也救不了你 滚 夜晚身边的那个男人 究竟是谁 竟然能让 天都顾家的顾震男 对他背宫屈膝 顾震男 顾震男好像叫他林先生 林 十年前的林家 你一个废物 也有资格追求我秦林西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别以为你背后站着的林家就了不起了 在我秦家眼里 你和你父母 什么都不是 我们不过就是打赌 想要看看你林家废物到底有多垃圾 真没想到啊 你这个癞蛤蟆还真的想吃天鹅肉 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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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他是林凡 林家那个废物 那个 向秦林西表白 还被我们羞辱的林家废物 林凡 林凡他竟然没有死 他回来了 他回来了 你找我做什么 喂 林西吗 我有个重要的事情想跟你说 什么事 说吧 我 我今天好像碰见林凡了 什么 哪个林凡 我们的高中同学 那个林家废物 对 没错 就是他 但 但我不是很确定 两个小时以后来我请假 喜欢吗 太贵了 还是算了吧 不用担心价格 这件衣服很合我 我就要这件吧 喜欢它就都买下来吧 我不要 这年头 这种女人真的找不到了 二位请留步 你怎么来了 林先生 您别误会 我这次来不是找您的 是找这位小姐 顾总 您找我做什么呀 这位小姐 既然您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 那我就不再多做介绍了 我这次来呢 是专程向您道歉的 刚才我集团的一位员工 恶意侮辱了您 是我管理无方 这是我弟爷集团的小小诚意 请您一定要收下 这卡里面的钱 不会低于五百万 钱就不必了 刚才那件事对我也没有任何损失 还请顾总拿回去吧 既然您不愿意收下这张卡 那这些衣服总可以吧 这都是我随便挑的 价格也不贵 这些都是我刚才试穿的衣服 对不起顾总 我也不需要这些 您的好意我就心领了 既然顾总这么有心 那婉儿 你就收下吧 她一个大男人 她也穿不了这些 是是是 如果您退给我 我也穿不了 可是 这会不会让你为难呢 哎呀 不会的 这样 你先去把东西收拾一下 我一会儿就来 好吧 这次呢 我就给你个机会 明天上午九点 我会去顾家 除此之外 你不许再打扰我的生活 更不许打扰我身边的朋友 否则 我既能治好你的病 更能收回你的命 还有 第二阶段的诊金 提高到八千万 好 林先生 谢谢您 谢谢您啊 您就是我顾这男的再生父母 您以后有什么需要 我顾某 月小全马之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扰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